大家看,这是我盆栽的春香菊油 你看,一棵小小的树上挂满了果子 满满当当的 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栽我的盆栽春香菊油 然后在边栽的过程中 边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让自己的盆栽柑橘实现高产 跟我的一样可以结得满满当当的 那现在我带着大家一起来开始栽了 先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应该用什么土药来种植柑橘 柑橘对土壤的要求并不是那么高 但是土壤要做到一定的疏松透气 它的根系才能疏长得快 然后植株才能长得健壮 根系长得好 植株长得壮 后面才能结更多的果子 粉材柑橘想要高产 我们除了土壤要疏松透气 还要做到偏酸性 有几个方法 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去提前堆积一些腐植土 在土壤里面加上一些羊分 然后加上一些松松皮之类的 去堆积个几个月 土壤自然地会呈现酸性 而且后面腐植质也比较多 种植出来的柑橘口感就会变得很好 当然也有比较快速的方法 快速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在土壤里面加少量的硫黄粉 我们一绳土里面加0.5克就足够足够了 这样可以让你的盆栽柑橘的土壤 两三年之内都是呈现偏酸性的 后期各种问题也少 大部分的盆栽柑橘想要高产 我们的盆不要一次给的太大 盆一次给的太大 它就会出现营养性的 植株长得很大很大 但是结不住果子 所以我们一开始种柑橘可以给一个比它的根系 大个4到5厘米的盆栽种植 这样既能保证它的果子可以正常地生长 也能减少因为营养生长造成的果子结不住的情况 当然你想用大盆栽种植也是可以的 大盆栽种植想要让果子结得住也是有方法的 这是什么方法呢 我们可以在开春的时候 对它的这个主干进行环剥 用环剥刀给它割破它的形成层 这样可以有效地阻止它的有机质营养的回流 解决因为大盆造成的营养生长 然后果子结不住的问题 当然想要果子结得住 结得老 这个还需要去做几项管理 第一项管理就是我们首先要培养一棵这样的风产树 风产树呢 有很多的造型 我呢这棵是盆栽的 所以打造的是三叉多顶的这个造型 大家可以看到三根比较粗壮的这个枝条 边上的很多这种侧枝就是它的结果枝 为了让它可以结更多的果子 不管是春天还是秋天 我们都可以通过放烧的形式来让它产生更多的结果枝 什么叫放烧呢 放烧就是在它的嫩芽出来的时候去人为的抹掉它的那些嫩芽 然后出来更多的分枝出来 这些枝条呢慢慢的就会老熟 然后会产生花芽 变成第二年的很好的结果枝 在秋天的时候呢 就是它的花芽分化的关键时期 最简单的就是在进入十月左右 每隔一个月去给一次千分之一左右的零酸二千甲就行了 有了足够多的零肥呢 它的花芽就会形成了非常的粗壮有力 第二年自然就会结很多的果子 秋天给出底肥是非常重要的 秋天的底肥给足了 第二年开春呢 它才会有足够多的营养去供给它的开花结果 底肥怎么给呢 我们在九月到十月的时候呢 以有机肥为主 然后给少量的复合肥 有机肥呢 可以用完全古出化芽的羊粪啊 鸟粪啊之类的都可以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羊粪 因为羊粪呢比较温和 不容易出问题 我们还要去给一些树下的复合肥 最简单的就是给17-17-17-17的油酸甲复合肥 对水一千倍左右浇灌就行了 这部分营养会以有益式的形式 存储在杆子还有根系里面 为第二年的开花结果做准备 第二年呢 在花期的时候 我们同时的去追一些高磷肥 就是零层二千甲 再去给一些盆肥 果子自然就可以结得住 结得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